健康有理Easy之行 Hello大家好 我是Charlene 海之地和澡堂椒这个名字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了吧 因为其实它已经有40年的历史咯 而且在美国已经有14年之久了耶 可是眼见为凭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海之地和澡堂椒的华人副经理 也就是Henry 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到底海之地和澡堂椒 它的神奇的功效为何 Henry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来上神灵的节目 所以其实海之地和澡堂椒 它比一个成人还要年长了 对不对 我们在日本的总公司 超过45年的历史 那真正开始研究和澡堂椒 其实从90年代开始的 所以公司历史超过45年的历史 的确都比我们都年长 对 那90年代的时候 因为我们创办人 我们在日本是最大的 明太子的水产公司 那创办人他是去世于胆囊癌的 所以当初在90年代 接手的三个儿子 希望说透过我们所拥有的 水产的海洋资源 然后结合日本的九州大学 以及国立路尔岛大学 跟冲绳大学去研究说 为什么冲绳地区是世界公认 是癌症并发率最低的地区 然后并且也大家都知道 是世界最长寿的地区之一 那他们在研究当地的 这个饮食习惯当中 发现说当地特有的两种海藻 一个是海韵 另外一个是裙带菜 包纸叶这两种海藻的表面 这个年华成分就叫做 褐藻糖胶这个成分 有三个抗癌抗肿瘤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1996年的 日本癌症协会有公布 这样子的研究报告 那这三个效果 第一个就是去诱导 癌细胞的凋亡作用 也就是加强肿瘤的这个代谢能力 那第二个是去抑制癌血管的增生 也就是防止癌细胞或者肿瘤 透过血管增生 连接到正常的细胞 造成扩散跟转移的现象 那第三个就是去加强病人 他本身的这个免疫系统的功能 这三个功能 其实都是直接针对于这个病患 跟这个癌细胞去运作的 所以在研究报告 在1996年的日本 第55届癌症协会公布之后 我们又花了四年的时间 去研究什么样子的配方 跟什么样子的配比 能够对于各种的癌细胞株 有最好的效果 那其实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精神 其实我们常常提到 就是除了先进跟这个技术之外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比较钦佩的就是匠人的精神 他们肯花这个四年的时间 去研究什么样子的配方跟配比 能够对于各种癌细胞株 有一个最好的呈现的效果 是 所以其实刚才Henry也提到 海之地荷藻糖胶 其实它就是冲绳这边 拿出来的这些海藻 海藻上面那一层薄末 对不对 那层粘末 然后萃取出来荷藻糖胶 可是里面还要添加不同的成分 才可以真正发挥这些 褐藻糖胶的能力 这个也是经由四年之久的研发跟研究 一直不断地测试测试测试之后 才有办法研究出来 所以褐藻糖胶里面 到底加了什么样的成分 可以发挥到它的极限 对 世界上其实有一百 数百种的这个褐色藻类 其实从俄罗斯 加拿大 日本之外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褐色藻类 那一般我们所熟悉像是昆布 这些其实都是褐色藻类 但是为什么只有冲绳地区的 这两种海藻 海运跟裙带菜包子叶 经过他们的研究 这两种的海藻 有特殊的这个抗癌抗肿瘤的功能 在所有世界上的数百种的褐色藻类当中 它对于诱导癌细胞凋亡的作用 我刚刚所提到的 诱导癌细胞凋亡的作用是最强的 那裙带菜包子叶是去抑制癌血管 增生最强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全世界可能 到处都可以有这个褐色藻类 或者去萃取褐藻糖胶 但是为什么冲绳地区的人 会是最长寿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饮食习惯当中 发现说当地特有的饮食习惯 的海藻里面的这个褐藻糖胶 也只有当地的这个褐藻糖胶 才有这个特殊的特别强的效果 OK 所以您刚刚提到 其实褐藻糖胶可以引发 癌细胞凋亡 怎么样让它凋亡呢 这是非常好的效果 其实不管是癌细胞 或者一般我们在讲说 我们在受伤有任何的这个切割的伤口 其实都是一个应该要坏死掉的一个细胞 那人在正常的运作当中 他会认得这个当你有伤口 或者是坏细胞的时候 透过自然的这个新陈代谢 他可以排除掉这个坏细胞 重新生长出好的细胞 那我们之所以说肿瘤 他不认得这样子的一个细胞凋亡的作用 所以他才会停留在那边 并且透过这个血管增生 获取其他地方的正常细胞的养分跟养气 造成他的增长 所以即使是肿瘤的增长 都有好几个阶段 那一般我们如果讲到医学上面的话 人体上面或多或少都有这些坏细胞 但是如果你要侦测到肿瘤到一定的大小 才可以验出你身体里面 可能有不同的期 不同阶段的这个癌细胞 或者癌症的状况 所以如果我们在日常保养当中 就可以加强本身身体的这些代谢能力 尤其是让这个坏细胞凋亡的作用的话 自然的话对于一些免疫系统疾病 或者是像是一些慢性疾病 糖尿病高血压 再到这些终极的癌症的状况 就可以减轻这些病发率 OK 所以每天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到底我们像这样正常人 我们说还没有到45岁这些正常人 我们想要每天好好做保养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来做保养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Henry继续告诉您 所以每天的自身保养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就要有一个问题来请教Henry啦 我如果今天要服用海质地核草糖 它可以帮助我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人 怎么样可以提升我的免疫能力呢 对 其实一般人在做保养的时候 都对于这些免疫系统的提升 那免疫系统提升上面的这个 这个肠道免疫又是一个关键 因为肠道免疫占了人体的免疫系统的70%左右 所以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了当然 除了海滋滴这样子的营养补充品之外 其实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 其实这些蔬菜的摄取 纤维食的这个摄取量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这方面 海滋滴推了这个粉末型 它主要就是针对于一般健康主保养的 那有一些抗氧化跟免疫活化的功能 像是啤酒酵母 大麦嫩芽 这些成分主要就是在健胃整肠 加强你这个肠道免疫的功能 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在做保健的时候 自己的饮食也可以多喝喝一些绿茶 然后补充一些这个纤维质 这些对于你的肠道免疫 其实都有很好的这些功效 OK 那其实我们普通人 还没有得到癌症的人 都觉得其实免疫效果 跟自身的免疫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今天不幸的家里有人 就是得到了癌症 或是我本身得到了癌症 那海滋滴喝澡糖浇 又可以怎么帮助到我呢 我们海滋滴从2000年产品出来 到今天已经有17年的历史 其实跟针对于不同的 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针对于哪一种癌细胞的效果特别好 其实为什么我们花了4年的研发 主要就是因为它在各种的癌细胞株 去研究怎么样子的配方配比 能够有最好的效果 那胶囊型跟液体型 主要都是针对于重症患者在使用的 那我们的胶囊型 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初期的患者 它本身的肠胃功能 还可以做吸收的时候去做使用的 那包含它的吞咽 包含这些食欲 它还算可以接受的时候 它使用胶囊的 那液体型就是比较晚期的病患 尤其是口腔食道 肠胃这些疾病跟患部 它可以直接透过液体型的吸收 帮助肿瘤的消退 OK 所以其实胶囊型呢 是就是给比较初期的 癌症患者来使用的 那如果液体型呢 就是我们的小瓶装的这样的 是给比较重症患者来使用的 使用之后 因为您做了这么多 你总共有17年 其实您有非常非常多的实证 来证明说 今天其实赫草糖胶 可以减缓这些癌症病友的这些症状 举一些实例给我们听听看好吗 除了我们在一开始推广赫草糖胶 其实从2000年 从日裔 日本裔 在美国 他们都知道赫草糖胶这个成分 然后后续我们又翻译 我们立川大街博士的书籍 然后在全球做这些发行 越来越多的国家 其实后来都知道这个 透过我们的书籍 了解到赫草糖胶 那我们的每年都有一个见证收集的一个动作 就是把所有不管在美国以及各个族裔的这些使用者 他们志愿性的把他们的病况提供给我们 那里面有不同的肺癌 在乳腺癌以及最近比较常发生的这些 这些大肠癌的这些病友 他们愿意分享他们的病例报告 跟这个改善服用海质滴之后的改善状况 我刚刚这个你在问我说 这个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案例 我可以记得就是因为每年收集 其实我亲身都有参与 像去年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有去访问一个癌症的病友 他本身是鼻咽癌的部分 那他参加我们利川大界博士的讲座 他也有到现场 然后做一些咨询的服务 他当初其实你可以从鼻咽癌的 整个咽喉部都有肿胀的情况 那利川大界医生就是建议说 他可以用液体型的同时间 然后接受他的这个医生所做的放疗 那你可以看得到出 只有经过短短两个月 他的这个鼻咽癌的这个总部的 这个部分都消退了 在我们每年的这个见证书籍里面 其实他都有他的照片 可以很明显的去比较说 看得出来这个差别 对 他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 那有些病人 他尤其是在晚期 他可能身体虚弱 已经没有办法承受 这些重度治疗的时候 至少这个海滋滴的 这样子的营养补充品 可以帮助到他们去 希望说能够加强他们的营养补给 同时接着帮助他们 抑制癌细胞的发展 OK 刚才你一直提到利川大界医师 那这个医师他可以帮你 把这个书籍都写好了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 告诉你怎么样可以让癌细胞 自然凋亡跟自杀 跟我们解释一下 谁是利川大界医师 利川大界博士 他本身是肿瘤科的专科医生 那他在我们90年代的时候 我们就是结合了 不管是国立的九州大学 跟陆尔岛大学 这些研究单位 那他是主要去撰写 并且把所有的研究报告 来做一个综合收集的 一个专科医生 那并且他在 他的医生的背景在福康大学医院 跟这个他洛宫大学的这些洛宫医院的副院长 他在医院里面配合着他医生所该有的这些西医的治疗 西医的癌症治疗 配合海滋滴去建议给病人在使用 那所以他可以从这过去这段期间 他把医生在临床实验当中 所使用给病人的这个海滋滴的效果 集结成测 并且把一些研究报告 包含近期我们这四年来 在美国的这个免疫学会 都有公布我们的海滋滴的配方 他对于癌细胞的效果 以及癌症免疫的效果 这是非常科学性的一些研究证词 也就是研究认可 对于这个海滋滴它的配方 是如何能够有效地帮助到癌症病患 还洗发来凋亡 对不对 刚才其实你也有提到 因为你刚刚的案例是在台湾发生的 对不对 所以您的病友 癌友其实是在台湾遇见 我们的医生的 那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看到医生 那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Henry会继续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医师在身边 该怎么办 好Henry真的等了很久了 广告就回来 我很想要知道 我们现在立川大界医生不在这里 怎么办 其实我们每年都会邀请两次 这个立川大界博士到美国各个地方 去做巡回的演讲 那更重要的就是做一些咨询的服务 提供一个第二意见给一些 不管参加讲座的人 或者是正在服用的这个海滋滴的这些病友 那最主要这样子的服务就是希望说 他除了自己的病况 组织医生给的意见之外 他如果有一些疑问 有时候不好意思问医生 那或者是有更深入想要知道 有没有什么second opinion 第二意见的情况的时候 他可以多一个意见 带回去跟组织医师在做一些商讨 那这样子的服务就不是 也带出来就是我们不是在外面贩售的 因为我们没有在一般健康食品店贩售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都希望说 透过这样子的咨询服务 能够有效的直接的帮助到癌友 因为每个病人他所处的阶段是不一样的 那他所需要的服务服用的剂量 包含说一些跟进的这些服务 跟他们的一些咨询的状况 就不是说我在外面贩售可以做得到的 这个从我们在日本的医院 跟到美国这14年来 我们都是一直都是坚持这样子的 OK可是您刚刚提到 丽专大店要博士一年只来两次 那其他的时候怎么办 对这也就牵扯到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咨询服务 因为在美国我们有健康的顾问在这边 有日本裔的健康顾问在这边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跟力串大街博士做一些沟通 包含收集不管各个族裔的一些问题或资料 病例报告把它翻译成日文 转到日本去给力串大街博士 那对于我们的这些客服人员 为什么电话上面我们就会问一些问题 包含说他现在的状况 有没有在做一些这些治疗的情况 我们可以稍作一些了解 给他一个比较general 比较一个通常的一个建议剂量 那进一步的如果病友有一些疑问的话 我们都可以转为咨询 OK 所以其实你们做到很到位 就是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客服 然后我们把基本的这些资料先找出来之后 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一些概况先给这些病友 可是如果有更详细需要解答的话 你还有一位日益的 就是直接每天会把这些问题 然后转告给力串大街博士 然后博士再回答回来 然后之后再给这些爱友做最正确的答案 那这么多年来 还有你一定看到许许多多不同的赫藻塘胶 在市面上面出现 还有要怎么选呢 对 其实像过去这两三年来 我们也看到很多新的产品出来 好多 其实大部分的产品在选购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一直强调 我们在产品上面其实有17年的历史 那在这17年来 第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用户见证 我们在每年的这些用户见证的案例上面去花了很多的心思 包含很多病友他们很热心的提供他们的病例 对 那可以看得到说不同癌症他们在服用海滋滴的效果 那另外市面上的产品我们都会送到这些 我们的日本的研究单会去做这些分析研究 主要发现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里面的这些杂质的部分 因为我们在做 在日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规格聚焰 我们是做这些萃取 每一公斤的海运 只能萃取出一公克的这个赫藻塘胶 那市面上产品很多的产品 你可以经过化验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是用研磨的 就是原材料下去研磨 那研磨的它的粗 它的这个颗粒状的这个细致程度 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得到里面的这个杂质成分 经过化验它里面的杂质成分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病人最害怕一些像是钠含量 点含量 这些摄取量绝对是不能太多 尤其是像是海藻类 其实里面有很多点 那有些甲状腺的有问题的 或者甲状腺癌的 它们对于点含量的情况是非常敏感的 对 在这方面在做产品的时候 我们在化验市面上一些产品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所有世界上的所有的赫藻 你可以从俄罗斯到中国到其他地方 其实都有很多的沿岸都有这个赫藻 但是为什么冲绳人的地区它是最长寿 海症病发率最低 这还是要归功到最终它的原材料的部分 原材料的选取我们摄取就是两种 一个是冲绳海运的这个冲绳的海运 它主要在所有的海藻当中是诱导癌细胞凋亡是最强 那全带菜包子叶它是抑制癌血管中是最强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研究这个配比的时候 我们是萃取这两种海藻去做这个赫藻汤胶 那这样子的配比再加上微量的巴西蘑菇菌尸体 整个配方我们花了四年的研究 从2000年出来到今天我们没有改变过 并且不断每年更新这样子的研究报告 在不同的这些研究单位去做发表 OK 那我有个个人的问题 Harry我想要请教你 因为你刚刚是说其实是日本冲绳附近这边的海运 所拿到这些赫藻糖胶这些运草对不对 那从之前1996年到现在45年 难道这些海运都是取之不绝用之不尽吗 它会拿不完吗 我们当地有配合的这些养殖的 在天然海域当中 在冲绳岛的外面的这些天然海域上面 它有一个养殖场 那在天然海域上面 它是经过大海的这些光合作用的 所以你可以在画面上一些 我们的这些材料的影片上面 可以看得到它在天然海域 是自然的这个养殖 那这年代的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 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聊到 就是日本地震的这个核辐射 其实冲绳地区 我也常常被问到 其实冲绳地区它离台湾这边还相对比较近一点 跟这个上海地区这边会比较近 它离日本东北的大地震有2000公里的距离 那当然还是为了这些安全提建 我们每六个月都有SGS的检验报告 每六个月 每六个月 因为我们在萃取荷藻糖胶 其实一年只有两个时间可以做这个萃取的动作 就是原材料的萃取 所以每六个月的一次萃取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做原材料的检查 产品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做SGS的检查 那进美国以及包含我们进加拿大 进香港 我们在全球有12个分行 各个地方的这些卫生单位 其实都会做检查的 所以消费者们可以不用太担心 这个核辐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Henry告诉了 我们许许多多有关于海之地荷藻糖胶的 这些所有的相关资讯 当然啦如果你想要知道 其实2016年有多少的实力见证 或者是你还有其他相关问题的话 都可以打电话给海之地荷藻糖胶的资讯专线 好 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